大街小巷里的壁画和塑像 写信人 史密斯街 这幅壁画画的是写信人帮人写信的情景 写信人靠帮人抄抄写写,赚钱养家 过年时也帮人写春联 现在这个行业已经消失了 这幅壁画画出了旧时人们过中秋的情景 生动、有趣、充满了浓浓的节日气氛 游客在壁画前拍照 人和景物巧妙地结合在一起 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 红头金 市区重建局前 他们在建筑工地做工 曾经参与了很多高楼大厦的建造 为国家的早期建设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莱佛市》 亚洲文明博物馆外 他环抱双臂 背向新加坡河口站立 据说 这里是他当年登陆新加坡的地方 维多利亚剧院前 维多利亚剧院前还有一座黑色的莱佛市塑像 和白色的一模一样 它原来的位置在政府大厦前的草场上 第一代 加文纳桥边 他们是早期移民的孩子 塑像表现了他们简单快乐的童年生活